今天是3月19日,星期四 市市有少少是超賣 因為這兩年跌得比較快速 所以技術上有些斷定和後抽 例如騰訊跌到325元 一個快速反彈就上升到350元 中人壽何嘗不是 跌到11.6元 一個後抽就上升到13元 即是要拼反彈就是拼短短的後抽 中間就很難賺光 但賺到一些都總是開心 先看指數 早市先低了70點 去到22,221元 之後輕輕升到22,380元 即是市今天曾經一度升到89點 但氣氛薄弱 沽盤始終還是浸出來 而且略大恐慌 結果市在日中曾經低跌21,139元 即是這一分鐘跌了1,152點 但連同昨天的跌幅來說 兩天跌了2,000點 即是技術上 消息面是薄弱的 或者是市貸仍然還是比較令人擔心 包括了冠狀疫情 包括油價的因素 但股市始終是略大投機 跌得比較多 總是有些回補的買盤 甚至有些陳低及立 所以做就市 今天的跌幅 是由低位逐步逐步收窄 來到現在這分鐘 大概是3.55元左右 指數是21,870元 都是跌的 跌了421點 相對低位來說 已經反彈了大概是7、8點左右 這個在我角度來說 你可以說是反彈 但我只覺得 只是技術上的急跌 或者是後抽 後抽和反彈有甚麼分別呢? 反彈的勢頭可能會有少少的持續性 或者甚至我整換完之後 仍然再向上走 因為那些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但後抽是比較短的 而且是快 很快就過去了 抽升完之後 又會再回復一個反復不明的勢頭 整個大市 3月份到現在這分鐘 都未去到3月份的下旬 正在上旬的時間 指數已經是翻建覆地 由5號的高位 26,805點 跌至今日的低位 21,139點 我講這段期間 恆生市在跌了5,666點 其實這幅度根本是一個中期的升浪 或者中期的跌浪的幅度 唯獨3個星期五度已經見了 可以見到市場是很恐慌 而且已經傾向了少少不理性 相對今年的高位 在1月29日的29,174點 其實在今季度的跌幅 已經有8,035點 無論怎樣都好 季度的下跌 或者月份的下跌 我都覺得是快速的 不過現在這分鐘面對的問題 是比較複雜 包括美股持續下跌 會觸發了投資者 去基金屬回 旁大的屬回潮 一出現基金滿足屬回 一定要沽貨套現 你一沽貨套現 就不只是股票 如果基金持有股票 持有美債 持有黃金的組合 或者石油的商品 你全部都要沽 這與基本面 請不上太大關係 根本要套現 屬回潮何時已遠 可能去到馬上太低了 人們在五熟回 這個水平熟回 沒有什麼好處 就停步了 或者在比較低的水平 早前熟回的那些 開始趁低又買回跌 就可以中和了跌浪 但直到這一分鐘 美國的消費內需 已經受到很大的衝擊 旅遊業更加不用說了 油價牽引出來的一個金融事件或危機 亦仍然還在 即是說 期間就算美股有少少反彈 港股有少少反彈 都只是技術上的因素 這些問題 何時才過去呢 暫時來說真的看不到 唯一可以看到的是 自己的倉持有的貨 到底有沒有足夠持貨能力 或者持有的現金不是太多 我們暫時留守現金 正待機會 除了這個做法 我想沒有其他做法 最緊要現在這分鐘 盡量保留現金 老實說 我們不怕買貴貨的 真是不怕 最緊要勢頭在這裏 如果勢頭不在這裏 便便便買都沒用 因為買到最後沒有錢 那人便會脅 好 今天收視分析 我就講到這裏 好